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希望10月5号除了在欢乐开心之外 我们能够重新建立起强而有力的爱国心 从小巨蛋到大巨蛋 这标志了台北市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见证中华民国这几年的进步与繁荣 国间晚会关键字就是中华民国 立法院长韩国瑜还有台北市长蒋万安 两人难得合体 就是为了国庆晚会10月5号 在台北大巨蛋登场 所有的细节要做到位 毕竟这可是蓝营睽違许久的光荣时刻 但要想尽善尽美自然 银子也要到位 因为国庆晚会一世到台北大巨蛋举行 所以经费暴增 传出韩国瑜出面向公股银行募款 劝传出屡屡碰壁卡关 航库甚至说盈余有限 后来又有人说韩半积极奔走 韩院长并没有另外去募款 因为这个就是过去进筹会的惯例 国营企业公营航库都会来支持这个活动 北市府特别澄清韩国瑜没有募款 而公股银行的支持是惯例 但目前四大公股行库愿意各捐200万 彰化银行台系银行各捐100万总共1000万元入账 但真的有卡关吗 中央似乎不给交代 这五年到底各公股行库捐助国庆活动的预算是多少 他居然不给我 不可告人的事是什么 难道真的跟颜色有关吗 但其实对北市府来说原本的预算是够的 只是想做到完美必须拉高层级 所以募多少用多少没有不够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全力将国庆晚会办好 国庆晚会久违的在台北举办 也久违的由蓝营主持 能否颠覆传统 这场或许很关键 东森新闻绿设计苏时节台北报道